宝宝超音波照 眼睛鼻子嘴巴型都出来了 疫情间妈咪们除了烦恼孩子健康 还有要不要打COVID疫苗 黄小姐预产期在8月下旬 满28周后就算第三孕期孕妇 就是妈咪打针宝宝也有抗体 但更怕最后这段时间 有百日可HPV疫苗要打能重叠吗 不过像预产期在7月31的咪咪就决定打下去 我是快乐的孕妇 因为我昨天去施打了莫德纳疫苗 为什么快乐呢 因为我抢很久 我其实本来也不敢打 身边的亲朋好友也全部都叫我不要打 只有婆婆是支持我 像台大妇产科医师施錦中曾说 除了怀孕初期 胚胎灼床不稳 不建议接种 不然都鼓励妈咪给胎儿最棒的礼物 也引用美国CDC 认为百日可和COVID疫苗不需间隔施打 甚至同一天也行 倒是复产名医林郑宗 觉得打COVID疫苗后 先别接种别的 还是COVID疫苗优先 保险起见两周后打百日可 HPV产后再接种也OK 除此外 长辈们也是焦虑 好多人打完疫苗出现AZ病 其实真的遇到很多 就是刚打完疫苗 他隔了一周还是一直觉得 全身无力啊 拉肚子啊 所有不舒服 他们都觉得 是不是打完疫苗造成的 可是这其实很多检查出来 其实就他们本身的 比如说急性肠胃炎啊 加速疫苗接种 势在必行 厘清问题 不让疫苗被黑锅 TVS新闻徐孟杰 日台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